欢迎来到赵丽卓士 上期节目我们说呀 因为朴槿惠前总统收受了韩国国家情报院的进攻 韩国国家情报院接连三任的院长都被韩国检方收押了 其中有一个人叫做李炳奇 他的收押还引起了日本政坛的风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在担任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之前 担任的可是韩国驻日大使 他被收押之后 日本政府还要派人出来说 哎呦 他的收押不会影响韩日之间的关系 是这样吗 我跟大家分析分析李炳奇这个人物 在韩国政府内部啊 一直认为李炳奇是一个标准的知日亲日派 李炳奇此前还担任过日本庆应大学的客座教授 可以说日本国内对他的感官是非常好的 13年的时候 李炳奇被派到日本担任韩国驻日大使 李炳奇到了日本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探访日本311大地震之后的震后灾民 这个举动啊 给日本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以至于过了不多久 韩国大使馆搞了个泡菜节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慧 还要亲自到韩国驻日大使馆来祝贺 网上还流传一张照片 是李炳奇的夫人为安倍昭慧泡菜的照片 在整个李炳奇担任驻日大使的期间 表现的对日本是特别的友善 以至于时任的韩国外交部长都看不下去了 因为当时的韩国外交部长 对日本是非常强硬的 所以韩国驻日大使和韩国外交部长 在对日政策上有着非常多的分歧 过了不多久 李炳奇荣升了 荣升为韩国国家情报院的院长 在他卸任的时候 日本朝野很多人纷纷撰文说 李炳奇担任驻日大使的时候 活干得太好了 他这一定要走 韩国人如果派来一个强硬的人怎么办 有没有可能影响未来的韩日关系呢 我跟大家讲 日本人看对了一件事 也看错了一件事 看对了什么呢 李炳奇真的是对日本非常友好 而看错的是 李炳奇不担任驻日大使之后 在韩日关系上反而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记得吧 前几期节目我们说过 目前横跟在日韩之间的有一个未安妇协议 这个未安妇协议是2015年年底签署的 现在的文在寅政府根本就不打算承认这个协议 而这个协议是韩国政府的谁来主导签署的呢 不是韩国外交部长 现在爆出来的消息告诉大家 韩国的时任外交部长是反对这份协议的 甚至这个外交部长当时跟朴槿惠说 咱们不应该跟日本退让这么多 我们慢慢谈 再拖几个月能拿到更好的结果的 但是朴槿惠不听 朴槿惠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 几乎跟外交部长没有商人 甚至在嫌疑达成之后才告诉外交部长 那么是谁主导了跟日本的这次谈判呢 就是吕炳奇 吕炳奇当时的职务 从韩国国家情报院长 又晋升为了总统府秘书长 可以说作为总统大秘的他 完完全全主导了跟日本的慰安妇协议 到底是朴槿惠的意志影响了他 还是他的亲日思想影响了朴槿惠 我们不得而知 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 本来2015年 朴槿惠对日本是非常强硬的 朴槿惠并不想急于达成 跟日本的慰安妇协议的 然而就在2015年下半年 话锋突变 以吕炳奇主导的谈判团队 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 就和日本达成了协议 而且今天看来 这份协议是大大不利于韩国的 这份协议今天被爆出来 甚至还有密约 密约中韩国的退让更多 更离谱 以至于这份密约 让人们更多的想到的 是秦桧主导的和谈 和后来的和媒协定 这份合约 不单90%以上的韩国老百姓反对 当时的韩国官员们都被蒙在鼓里 完完全全是朴槿惠和他这个大秘李炳奇主导的 所以今天 韩国检方已经收押了李炳奇 更多韩国老百姓想知道的是 除了你每个月给朴槿惠进贡之外 到底这份日韩密约是怎么签署的 而从来就以知识派和亲日派为名的李炳奇 到底起了什么作用